熱阻劑總數真的是太不食人間煙火 這代表一個非常嚴重的警訊 什麼呢 就是臺灣的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那表示說不到10%的人 他的薪水影響了我們所有 就其他90%的人都在5萬塊以下 這10%他薪水很高 就把我們的平均通通都拉高了 這表示這個問題非常的嚴重 所以就叫做K型復甦 什麼叫做K型復甦 尤其像臺灣的經濟為什麼這麼好 他只有部分產業很好 但是其他大部分的 尤其是旅遊業 服務業 國內的這些餐飲業 都苦哈哈多少倒閉 多少人失業 但是因為有少數產業賺大錢 那就導致這個貧富差距 這是未來很嚴重的社會問題 然後你現在萬物起漲 他的薪水沒有漲 以後問題 社會問題會更多 但是我們的官員 他連一碗蚵仔麵線多少錢 他都不知道 他怎麼會知道這些 一個月收入不到五萬塊的人的辛苦呢 他這些便當 便當要怎麼吃的 你坐在辦公室 你坐在冷氣房裡面當高官 你不用勞動力出了 你可能還吃了一點點而已 對於這些每一天 要辛苦賺錢養家的人 他的勞動力這麼大 他根本就吃不飽 他的健康根本就不足 然後所有東西通通要漲 連看醫院都要漲 他如果家裡面有長者是慢性病 我們剛剛講的 你叫他怎麼辦 所以這是個嚴重的警訊 你居然來放鞭炮說 大家鼓鼓掌 台灣好棒棒 好棒棒的鬼啊